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一個預期居留的換錢黨被澳門警員截查時, 竟然爆香口說之前被駐場司警調查, 之後他發現隨身現金少了19,000元港幣, 懷疑與對方有關, 這名刑事偵查員被司警調查, 但他無法交代事件。 這名公務員也移了去偵辦。 與這宗案相關的刑事偵查員 姓陳的32歲本地人男性,入職10年。 案情說到今個月13日晚上8時, 治安警在街上截查一名48歲姓凡, 內地女子揭發她的證件在8月25日到期, 涉嫌預期居留在澳門, 她承認在澳門做非法兌換工作。 調查期間,這女子聲稱在今個月3日在路坦酒店曾經被駐場司警帶到辦公室調查, 其間將身上43萬港幣現金放在台面, 經過調查後獲得放行。 但檢查發現自己現金少了一萬九千元, 但她知道自己是預期居留, 所以無即時報警。 治安警控制司警跟進, 司警亦做了調查, 她無法交代事件及為何不通報上級, 但否認拿走部份現金, 案件已移到檢查院徵辦。 其實這單案件, 她所知解釋不到, 無非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就是她拿走了錢, 跟她談好了, 放她走了, 但現在被人捉到, 決定跟她攬炒了。 第二就是她數完錢, 自己拉了她, 放她走, 甚麼都沒說了。 可能無非這兩個可能性, 錢不會無故不見的。 段股也不會, 是故意屈她啦, 因為好簡單啦, 故意屈她也要有這樣的人有這樣事才行。 其實做緊一份穩定的工作, 做了這樣的事, 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來的, 現在找工作是非常難的, 你說發生了這樣的案件, 待會被人炒了, 出去找工作也不知怎算好。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 多謝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